声明一下,发高烧最快的解决办法是到医院打退烧针 但是如果在条件不允许,尤其是缺医少药的情况下 知道如何打通人体的退烧止咳通道,无疑是有益的,不失为一个救急的办法 条通道的骨干其实就是我们的前臂中线,骨传中依有青天河水、退六腑、清肺经的退烧和止咳方法 具体做法 依左手握住孩子的右手腕偏上一点点的地方,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腹 沿着孩子的右前臂内侧正中,自腕横纹推至肘横纹,连推49下或81下 古人管这叫青天河水,这个简单的方法能很快退烧 二 再用食指和中指的指面,沿着孩子左手前臂齿侧,小手指掌侧位,自腕纹齿侧推向肘关节,连推49下或81下 注意次数与刚才推右手臂的次数最好一样,古人管这叫退六腑 三 左手握住孩子的任何一只手,让他的手心向上 您用右手大拇指的螺纹面,从孩子的无名指第二指尖关节,横纹推向指尖,也推49或81下 古人管这叫轻肺经,力度不要太大,如果孩子皮肤太嫩,可以用鸡蛋轻薄薄涂一下孩子的手臂再推 平时不发烧不咳嗽时也可以如此做一做,但是次数不用太多,以七或九的倍数为佳 为什么非得是七或九的倍数呢? 皇帝内经讲法于阴阳,汉于数数,说明数对人体有深刻的影响 七是转折之数,并了是不是期望有转机啊? 九是变数,古人有逢九必变之说 鱼罗二杹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